娱乐圈有很多高情商的演员,黄博,杨妮应该都是,我一直以为这些高情商的演员在中亚场合是不会出错的,没想到黄博就在被影节上叫错了佟丽雅的名字,对我来说,这还真是挺惊讶的,不过这一次吗? 又剩了一把高情商,我给跪了,但我同样被佟丽雅的回应折服了,原来雅雅的情商也不低啊,黄博已经不是第一次担任这种重大活动的主持了,算是很有经验的他,也曾在第五十七金马奖颁奖典礼上,以高智商调侃了很多大湾明星,没想到这次去马师前期,在被影节闭幕式上出了一个重大失误,叫错了佟丽雅的名字。 被影节,众星云集,几百号的嘉宾和领导,坐在底下,看他大秀主持功底,也许是因为在台上太紧张了的缘故,就把佟丽雅叫成了佟丽雅丽。 如果说丽雅只是去参与没有的得傻假,走个过场而已这也就算了,可偏偏丽雅是天坛奖的女神,这下算是捅娄子了。 黄博,你需要和丽雅的粉丝开战吗?黄博在发现自己念错名字之后,高晴商终于有了,用武之地。 他立马给自己打了个圆场说,上场之前还在开玩笑,不能出错,果真这个玩笑就开成了,遇到这样的事,这样一个圆场当然是不够的。 这不,刚下台的黄博就在微博上发文,真心向佟丽雅道歉,能力有限,压力啥大,上台前还开玩笑,说,别想上一次一样再说错了,默默的把所有名字又念到了一遍,结果,果真,把佟丽雅的名字,念成了佟丽雅丽。 这是得多少顿吧才能摆平,还配上了压压的几张美照,没想到几分钟之后,压压就回复他,伯哥,你别紧张,你只是叫出了我的曾佑名,就是怕压力压力大才改的,看到这,我不得不刷新自己对压压的认识,原来压压的情商也很高啊,就回复,绝对给满分,急剧的化解了这个重大失误。 而微博下面的网友留言也真是懂,哈哈哈哈,偶像你这么机智又这么可爱,颜美心善的压压女神肯定会原谅你的,不导艾特黄博请示范,压压女神的多识点,雖然出现了这么一个重大失误,但能看到压压如此高的情商也算是值得了,压压如此善良,也希望上天能温柔以待,让她在以后的日子里能永远幸福。 哦!